正直 带天行画 以正直无邪的胸怀 教化众生 去恶行善 在古代 有位为人正直的先生 名叫王烈 王烈先生 他不但待人宽厚 处事公正 也非常会善用时机 来引导人们改过向善 所以乡民们对于王烈先生 都十分赞扬 十分的尊敬 有一天 村子里有个人偷了一头牛 而被牛的主人当场逮住了 偷牛的贼被主人追到后 便马上下跪 跟牛主人道歉 并且恳求原谅 还再三地请求牛主人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王烈先生 牛主人看见偷牛的贼 如此地诚心 也就原谅 也就原谅他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 这件事情 还是被王烈先生知道了 王烈先生知道事后 就派人拿一块布 送给那位偷牛贼 让他贴补家用 事后 有人就好奇地问着王烈先生 为什么要送布给偷牛贼呢 王烈先生回答说 一个人如果做错了事 却怕我知道 这就表示他还有廉耻心 惭愧心 所以我送他一块布 是要劝勉他 从今以后不可再犯错 而要能够改过自新 好好地做人 后来 有一位老先生 在街上遗失了一把剑 刚好被一位路人捡到了 路人捡到了剑以后 就守在原来的地方 等待着遗失剑的主人来认礼 一直等到那天傍晚 才等到那位遗失剑的老人 前来认礼 于是 他就把剑归还给老人 老人连忙向石剑的路人 道谢着 而这位石剑不媚的路人 正是先前的那位偷牛贼 因为受到王烈先生的教化 也使得偷牛贼 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并且成为一位诚实的人 笑卿 为人要以笑为相 先 尽心行持 天地尽知 明朝年间 有位孝子叫做陈荣 他的母亲两颗眼睛都看不见了 陈荣就四处寻找名医 来为母亲治病 经过了十年的时间 所寻找的医生 仍然无法治好他母亲的眼睛 有一天 陈荣忽然听到有人说 只要每天用舌头 舔失明的双眼 就可以把失明眼睛治好 于是 陈荣每天都用舌头 舔母亲的双眼 过了不久 他母亲的双眼终于看得见了 母子俩也都非常的高兴 又有一次 临居不小心引起了火灾 火势继续地蔓延开来 眼见就即将燃烧到陈荣他家的房子 这时 这时陈荣从外面奔跑回家灭火 但火势非常的大 一时无法铺灭 情急之下 陈荣抱着母亲 碰碰了起来 没想到 没想到 水冲走 而漂流在水面上 随着大水 一城一湖到处漂流着 陈荣和他母亲也被冲走了 但是因为水流的关系 两人被水分开 各自漂流到户屋的地方 但幸运的是 他们都有木头可以攀缝着 因此陈荣的母亲被人发现而获救了 在当天的夜里 当地的太守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神明告诉他 太守 孝子覆舟 沿河寻下 必能见之 隔天一早 太守坐着床 来到岸边等待着 我真看见孝子陈荣 攀附着木头 被水冲上岸来 太守就将陈荣叫起 送回家去 陈荣的笑形感动了天地 所以每次遇到了灾难时 也都能逢凶化吉啊 吃饭 吃洪水 去 吃洪水 吃洪水 吃洪水